欢迎回来 乌俄战争还在持续 俄罗斯再下一程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北顿涅茨克 眼镜战事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 供应链受损所引发的粮食和能源危机也越发严峻 印尼总统佐科威宣布 他将造访乌克兰和俄罗斯展开和平任务 游说两国总统尽快停火 以重启全球食品供应链 Dari Ukraina, saya akan menuju ke Rusia untuk bertemu dengan Presiden Vladimir Putin Sekali lagi, dengan misi yang sama saya akan mengajak Presiden Putin untuk membuka ruang dialog dan sesegera mungkin untuk melakukan penyakitannya dan menghentikan perang 佐科威 今天以20国集团轮值主席的身份 从印尼飞往德国 参加7国集团峰会 他在启程前 公布了自己的乌俄之行 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其他细节 乌俄战争已经开打了4个月 矿日持久的战事 导致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飙升 有的国家为了应对国内粮食 和其他必需品的需求 而实施了出口限制 进一步加剧供应危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